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沦陷 混乱 迷茫 他无法搓身 早上被邻居叫醒推车 对杰克的邀请不紧不慢 坐在马桶上看报 去快餐店买廉价的汉堡和报纸 在汽车上兴趣索然的玩甜字游戏 影片寥寥几笔 就把莫尔斯的形象勾勒出来 一个狼藉腿堂的中产阶级 一个中年危机的老男人 他的好友杰克性格与他大相径庭 杰克早年是一个演肥皂剧的演员 有一点名气 他自信天真 自以为是轻浮作作 但却也真实可爱 临走之前 他们两个去了莫尔斯的妈妈家 去给老太太过生日 老太太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儿子过来了 他们聚在一起 很高兴 但是心怀鬼胎的莫尔斯 却偷了妈妈的钱 老太太也是心知肚明 知道儿子莫尔斯缺钱 第二天两个人不辞而别 杰克希望能在婚前一周 好好放纵享受 而莫尔斯实则因为生活无聊 两个各有心事的人 就这样踏上旅途 一路上两人品尝着各地葡萄美酒 他们来到斯坦福酒园 一直少言寡语的莫尔斯 立刻找到了自信 向杰克从葡萄品种 再到风土 再到个人的评价 这一刻莫尔斯 肯定是享受其中的 莫尔斯一心只想放松瓶酒 或追忆自己过去的时光 而杰克却只想找女人 莫尔斯比杰克名事里 也显得沉稳忧郁一些 杰克一路上不停说着 一些无聊透顶的玩笑 作者让人大跌眼镜的行为 莫尔斯也只能是作者 无可奈何抓狂的表情 当杰克告诉莫尔斯 她的前妻伊丽莎白 又结婚了的时候 这个老男人的情绪 第一次变得激烈 她拿起一瓶葡萄酒 狂饮并奔向田野 悲伤过度的她 眼神更加迷茫 看得出她是如此爱着伊丽莎白 在杰克的鼓励下 莫尔斯鼓起一点力量与自信 参加了与女人们的party 杰克与克里蒂娜 莫尔斯与玛雅 玛雅是酒吧的女招待 与莫尔斯早就相识 她成熟冷静之性 莫尔斯还知道 玛雅离婚了 但玛雅同样对酒 颇有研究 对莫尔斯也有好感 可是莫尔斯一直放不下前妻 还是在杰克冒着风险的撮合下 在一起吃饭聊天 他们总是在杰克与克里蒂娜 说笑亲热的时候 他俩就只能在一起 聊对酒的见解和感觉 经过相互的交谈和了解 玛雅打开了莫尔斯的心门 莫尔斯也开始走进了玛雅的生活 杰克先搞上了酒庄受酒的克里蒂娜 几天的相处竟然让杰克产生放弃婚礼 与克里蒂娜一起生活的荒唐想法 他还深沉故作严肃的向莫尔斯辩解 最后克里蒂娜了解到真相后 将杰克的鼻子打爆了 杰克还不知悔改 依然存有烈焰的侥幸之心 他勾搭上了一个胖乎乎的餐厅女招待 结果被其丈夫在房中抓了个正着 彻夜裸奔五公里逃回来 途中还路过一个鸵鸟养殖场 这段着实好笑 也让人觉得杰克是一个可笑的火宝级人物 但是当杰克陷入巨大的麻烦 可能连自己想要逃避的那场婚姻 都有可能再也得不到之后 却让莫尔斯去那个餐厅女招待家里 拿回自己的钱包与戒指 这才意识到原来那场婚姻才是自己的底线 自己如果失去那场婚姻 有可能什么都会失去 并且回去的路上 这哥俩还制造了假的车祸 能让杰克能顺利的回去完美结婚 莫尔斯从婚礼上回来 遇见了已经戒酒并且怀孕的前妻 以及他现在的丈夫 之后在一间快餐店里 独自一个人偷偷的用可乐纸杯 喝他珍藏的61年的好酒 《杯酒人生》是由亚历山大佩恩于2004年自编自导的作品 影片给我的感觉很好 无论是美丽的美国西部风光 还是贯穿全片轻松愉快的西部民谣 两个性格迥异的老男人为我们上演了人到中年的无奈悲凉和荒谬可笑 然而人就像酒一样 年代欲酒欲醇香 人到中年也散发着难以言说的魅力 正如玛雅所说一瓶酒其实是活的 它继续的发展变得复杂 直至到了最高峰 就如那瓶1961年的谢瓦尔白葡萄酒 然后就沉稳不可避免的衰变 这话其实暗指莫尔斯 莫尔斯对酒也有一段深刻的论述 当玛雅问莫尔斯为什么喜欢比诺时 他说比诺算是很难种植的葡萄 它皮很薄 敏感枣熟 不像红葡萄那样善于生存 哪里都可以生长 比诺需要不断的呵护 它只能生长在世界上一些非常特别的角落 只有最耐心体贴的种植园才能养活 只有花了时间的人才能明白它的潜力 它的香味是最灿烂 最难以忘怀 令人激动 非常遥远和古老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